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1日在有限条件下借出对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建议 美国商务部公共事务总监利贝卡格洛福在接受CGTN记者问询时表示 对中兴通讯的7年禁售令并未正式取消 这份公告的授权对象是已经与中兴通讯开展议务的公司期限是一个月 这些公司销售给中兴通讯的产品必须用于以下方面 第一是支持现有网络和设备的持续运行 其次是支持现有的手机 第三是用于网络安全研究和路动披露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是交易资金必须在美国商务部授权的机构间转移 目前还不清楚对中兴的7年禁售令 随后会不会完全解除 2018年4月15日 美国商务部下令禁止美国公司 向中兴通讯出口电讯零部件等产品 期限为7年 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将要对中兴通讯一条迅速回复业务的途径 并已指示商务部完成此事 隔天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表示 将尽快找出其他替代方案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经反对对中兴捷禁 并试图在国会通过相关法案 阻止美国政府解除对中兴纪令 央视记者王文图人 央视新闻客户